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你们今年不应该做这个节目 哪里能出好苗子 这句话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许多网友纷纷表示赞同 还表示这两年的选秀太频繁了 爱豆市场已经饱和 太多这一类的节目出现 让观众已经出现了审美疲劳 在刚刚播出的《少年之名》一期当中 张艺兴看完乐华双人组的表演后 面露蓝色 面对二人练习了三个月却依旧翻车的表现 张艺兴毫不犹豫地表示 对他们很失望 还说人生没有淘汰 只有转换舞台 但是你永远拿不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时候 转换了舞台也没有用 虽然张艺兴说的话有些严格甚至可以说有点伤人 但俗话说也是出高途 张艺兴作为节目制作人 也是希望这些少年们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 张艺兴还在节目中回忆起了自己的练习生生涯 坦言那四年半自己真的是拿命来拼 练习到背心都能拧出水来 可想而知 那段日子有多苦 虽然没有别人帅 个子也不够高 但张艺兴最终成功出道了 成为了当年爆火的XO男团成员之一 近两年来 男团女团选秀节目一个接着一个 正如张艺兴所说 前面已经逃完了那么多 而练习和沉淀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还能筛选出好苗子呢 这就好比大海淘金 总能来说还是市场太浮躁 但最后还是希望张艺兴能够带领这个追梦的少年不断成长 网综少年之名在6月26号晚正式开播了 这是一档少年青春竹梦的成长类综艺节目 与《青春有你儿》和《创造营2020》不同的是 这档节目中的训练生都是男孩子 节目中张艺兴担任少年制作人 会在比赛前帮助这些少年指点练习的方向 而郭敬明 胡彦斌 程肖 韩宇将会担任导师 一样清洗是本次节目的少年探索官 小巴觉得在一堆选秀节目中 想要拥有自己的性命一定要出奇之胜 想必少年之名也是如此考虑的 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 张艺兴就第四节目组不应该做这个节目 还说前面淘汰完那么多播了 哪能出好苗子 节目组接下来的回应也很可爱 就像包米割了又生 羊毛薅了又长 我们还是找到了84位有梦青年 其中就有一位参赛少年 谈到回锅肉这个话题 勇敢的访问节目组 难道蔡徐坤 孟美琪 周震南和李文汉不是回锅肉吗 看来在她的内心 对于回锅肉这个称呼 多少有些心里不舒服 网上似乎对回锅肉这个词还是有很多的争议 而对于练习生而言 他们对于这个词的看法也是不同的 记得在大热的《青春有女儿》初选舞台 赵小棠就这样称呼自己 在自我介绍环节 她大方承认自己是回锅肉 一点也没有因此而觉得不好意思 儿童组的孔雪儿和刘雨昕 都曾经是蜜蜂少女而出道 这些经历对于大家都是知道的 在后台采访的时候 她也直言不讳 我就是回锅肉怎么了 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小巴觉得青年二选出的女生都好撒 反观《少年之名》里的一个叫做 苏尔的男孩子哭着抱怨 我只上过一个舞台就要说我是回锅肉 看起来很委屈的样子 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网上还流传着一张《少年之名》 在就业选手编年时 里面记录了这些男孩子们 参加大大小小的各种节目 其实有过的经历 只能说是曾经的一些历练和积累 不管成功和失败 只要心中不服输 就不必去在意 小巴就非常欣赏赵小棠的表达 对于回锅肉这个话题 作为导师的张艺兴和易烊切喜 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张艺兴表示 猪肉就是猪肉 牛肉就是牛肉 别老说回锅肉 来到这一个节目就是新的开始 别老说回锅肉 那你们说我也是回锅肉 听起来特别像他 上老中还带着点中二的性格 张艺兴的这段非常正能量的话 也迅速冲上了热搜 被媒体们津津乐道 而艳阳切喜也是在节目中 直接怼了回锅肉这个词 他说最近总在听回锅肉这个词 挺讨厌的 说这种话的网友 他是带着一种嘲讽的语气 我觉得要问问 你有没有摔倒之后再爬起来 从头再来的勇气 他们还不一样 还有这么多人看着 虽然我们大部分时间 是要娱乐大家 让大家看到之后开心幸福 但是思考思考回锅肉这个词挺讨厌的 不得不佩服艳阳切喜的勇气 言辞犀利 甘于和网友们正面刚 而且也说出了作为选秀艺人的内心痛苦 能感受到他们对于这个舞台上的选手 或者说在整个娱乐界的选手们 青年们的一种疼爱 其实对于回锅肉这个词的探讨 并不是少年之名这个舞台开始的 在青春有年儿的舞台上 就曾经出现过最终成堂的The Night 可以说是全员回锅 小巴很赞同 一心和一阳切喜的说法 不要总会一人扣上这样的帽子 难道他们不需要更多舞台的锻炼和成长吗 就像我们去应聘某个职位 曾经的经验应该是给个人天才的 不过仔细一想来 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 不过是观众和网友 对于天然去雕饰和一夜成名的误解 李白抖九十把天 也是因为从小有了成千上万字的练习 而一万小时的定律 也应该成为现在年轻人所追寻的方向 通过这款节目 我了解到了一个网络新词回锅肉 之后了解了这个词的含义 我发现确实很过分 节目中部分来参加选秀的学员 都被叫成了回锅肉 我们的四字弟弟叶阳切喜也很正能量 但身为TFBOYS 粉丝的我当时想到了另一件事 叶阳切喜为何在《少年之名》里 举出守护卡 其实他自己就是回锅肉 网络是有记忆的 TFBOYS刚出道时 三人被扒得一干二净 老粉们都知道当时的杨切喜 在成为TFBOYS组合之前 还是另一个名为《飞旋少年》组合的成员 据悉当时是考虑利弊问题 杨切喜推出了 《飞旋少年》现在也解散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搜一下 我还是那句话选择大于努力 伊杨切喜推出并没有错 一个劲钻牛角筋是对自己不负责 所以我也不责怪伊杨切喜 节目中伊杨切喜之所以会支出守护卡 可能是推几级人想到了自己 喜自歌刚进TFBOYS被扒出这条信息之时 也受到了伤害 由此可见四字弟弟很感性 其实任何人都不容易 很多网友恶意重伤的同时 请想一想自己 其实我也表达一下自己对回锅肉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一种骄傲 肖战说自己从未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当明星 当然他不后悔 因为这都是他老来谈资的经验 同样回锅肉也是我们的经验 由于你有经验的原因 你总会比别人做得更好 回锅肉是你的经验 也是你的隐形财富 我看过很多选秀节目 也看过很多人演的电视剧 就凭借张一星在节目中对学员们 私下说的那些话 就能看出他是一位好导师 人生没有淘汰 只有转换舞台 但是你永远拿不到 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时候 转换了舞台也没有用 依旧是被淘汰 张一星出道于XO 现在的名气也算非常的大 相比于同样回国发展的陆寒和吴亦凡 以及黄子涛 陆寒因为官宣 关小彤脱粉了 吴亦凡被搞出了丑闻 黄子涛是个富二代 他不用多说 张一星确实很棒 节目中张一星面对这些少年 并没有爽大牌 即便是斥责也能看出 他没有下重语气 伤了少年们的心 能看出张一星对这件事很伤心 在看到训员们不努力后自己也很伤心 并且在节目中也谈到了自己在XO时的经验 从小绵羊说的这句话 总可以知晓 人生没有白来的成功 自然我也兴奋 我认了一个好偶像 在他身上我学会了努力和坚持 认准自己选择的东西坚持下去 总体来讲 我觉得这款真人秀节目很有意义 作为一个观众 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进一步看清了我的偶像是一位怎样的人 叶阳切喜很感兴 张一星是一位好导师 受益匪浅真的很棒 想了解更多精彩的内容 快来关注小八 谢谢大家